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续上线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汲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的是 百孝经圣训的训终训第六十三句 赶紧笑来光阴快 那这篇圣训是由我们祭公老师分四次 来帮我们慈悲完成这篇赶紧笑来光阴快的圣训 那我们提解请淑娟来读一下 赶紧笑来光阴快 古燕云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满寸光阴 时光仍然 子女逐渐成长茁壮 相对的父母却日趋年老力酸 故形象当即时 形象当即时 这个是我们从前面开始就一直在谈的 真的你看一下子我们已经过了 大概有可能有半年多了以上了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也来到六十几句了 所以父母也一样了 一天比一天年老 那子女也一样 一天比一天茁壮 这就是光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要把握及时行效 来我们再把圣训读一下 赶紧笑来光阴快 生命来语句 运本难主张 莫道还年轻 未来路漫长 既有且珍惜 真万物面光 多善力寻生 早遇生心养 善巴光与热 温暖是苍凉 生与生俱来 佛性能前长 受子明山塔 一点真太阳 当头醒春梦 提起登康庄 录下出匕首 提笔画高扬 遭闻戏此刻 是阴空向法 佛法在世 不离世间 不择参量 不择参量 弥精美洁 破除边界 万法尽通 心无染灼 明彻光辉 尘老碍玉 须子放下 善悔己过 重振于邪 众生及物 装修信命 照见般若 自在无为 好的 我们分段来做一个了解 生命来以去 应本难主张 这个告诉我们说 生命 长短应事 好坏 穷通 其实都不是我们人能够掌握的 所以生命是无常 千万不要讲说 我现在还很年轻 其实坟墓堆 里面埋葬的不完全都是老年人 也有年轻人 不要以为还年轻 路还漫长 既有且珍惜 既然我有这个很好的身体 很健康的身体 我就好好珍惜 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思 身外物念狂 不要对身外之物 耗贿太多的心力 去追逐 去贪念 甚至像疯狂一样 去追逐那些不应该有的 或者说迷恋那些不应该有的 将会浪费 糟蹋自己的身体 多善利勤生 少欲 生心痒 多做一些有利勤生的事情 就是多服务众生 多度化众生 是更好的 减少欲望 少欲 生心痒 就是涵养身心 减少欲望是涵养身心必要的条件 一个人如果欲望很强 那就很难养身 欲望会让自己的身不断的伤害 伤害自己的身体 所以减少欲望才有办法养身 善花光与热 温暖 世昌凉 花灰人性的光辉 善花人性的光与热 多服务众生 度化众生 来说温暖 世人 仓桑桑凄凉 因为 现在人如果不晓得修道 生活 其实压力非常大 要历经很多人生的 桑桑凄凉 所以人生苦多一乐 佛家说有八苦 人 以生寄来 佛性能潜藏 所以每个人都有很美好的本质 这是上帝老母给我们的 以生寄来的佛性 佛性 但是呢 他却隐而不选 如果你没有去开花他 他也不会自动跑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寿子凌山塔一点 真太阳 懂得得寿明师一点 当然要求道 凌山塔下修 那你要凌山塔下修 你得要寿明师一点 那种感觉 撒那间好像当头半合 点醒春梦 这一次在日本 前天 昨天 前天半道 真的感受到日本求道之后 日本人求道之后 那种欣喜 那种感动 在那边跳 在那边流眼泪 我们今天 我们很少看到 其他地方 包括我们台湾这里 有人求道之后会这样子 这一阵子因为 日本圣德太子求道了 所以圣德太子在到处搭帮助道的感觉 我们的日本人 这个真的就像点醒春梦 当头忘和 有一个求的道说 明师一点 其实后续也没有用很大力 但是他说 有一股很强大的能量 灌进来 他差一点往后倒 他感受到了 这个道的尊贵 所以 顾应急起直追了 赶快努力了 求道不怕慢 只怕战 急起奔康庄 奔向那康庄大道 入孝出涕时候 起谜 化羔羊 最重要呢 就是要把人做好 人道立本 入孝出涕 在家 孝孙父母 孝敬父母 出外有爱他人 有爱兄弟 有爱他人 起敌化倒世间谜子 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做好 品德 第一优先 品德建立了 将来呢 我们才有那个 足够讲话的分量 跟他的影响力 招文细时可 只因空相 空相往 人若早上得闻道道 即使晚上死气了 也无遗憾 这是孝子讲的一句话 代表这个 能够得闻大道的尊贵 因为呢 求了道 得闻大道 可以 这个 我们的 真性 我们的真如本性 得到了启发 另外呢 我们的智慧 也从此 佛性智慧 菩提庙思维 得到了开启 慢慢的 我们就会知道 万华就是 梦幻泡影的空相 就开始放下种种的 不应该有的执着 那个才有办法 献出我们的 佛性真主人 佛法在世 不离世间绝 这是六祖老人家 跟我们 慈悲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我们要修佛法 一定不能离开人 不要到深山古洞 寺庙道观都不离人 在那边闭关修 那个时代已经过了 以前是可以这样修 甚至以前必须这样修 修清静 现在人人 修 都应该要 跟人有互动 叫做不离世间绝 不离世间绝 在世间修炼 才是真修炼 那个叫做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那个污泥 就像世间 莲花就像一个修行者 在世间修的话 他才有办法 出污泥不染的话 那个才是真正的觉悟 真正的修 悟者撒那 迷经雷结 所以 其实 佛以众生就在那一撒那 一念 觉就是佛 一念 迷就是众生 所以 一念清静 请客吉达悟经 自信如果不明 虽然经过累生累结 还在苦海中沉沦 迷经累结 哎呀 那很可悲 修道 还要破除边界迷忘 破除边界万华尽通 前面我们讲过 佛老师跟我们讲 闲观大起 就可以万华尽通 就是说你明事一点之后 你要有办法 把他玄观大起 大起的意思是什么 求完道之后 要和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要懂得 怎么修白阳化 白阳道 就从明事一点开始 一中道而行 心无染灼 明测光辉 这样子就能够万事万物都通达 心田无杂然 自然清静 晨测 闪耀光芒 尘劳爱意 虚致放下 忏悔己过 重整 疑邪 所以人世间的这些劳苦 尘苦 这些爱恨情仇 情爱欲望 慢慢的要淡薄 要放下 不然就不叫修了 修到修的这方面都放不下 那根本没在修 还好能够深切忏悔己过 人都会有过错 我们不怕犯过了 只怕不懂得忏悔 如果真正忏悔的意思 就是说不饿过了 重新整顿 化出移民邪斥 重新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 所谓的开悟者 众生即悟 双修性命 照见般若 自在无为 所以我们也一样 当我们有所醒悟 也要帮众生 也能够有所醒悟 自己能够安顿身心 也要帮众生安顿身心 懂得性命双修 懂得从自信中 照见般若知会 自在无为 一例讲师再帮我们 整个读一遍 赶紧笑来光阴快 生命的长短运势 都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 千万别说自己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漫长 记得人生 就要好好把握珍惜 对于身外之物 不要耗费心力 追逐贪恋 多做些利益众生之事 减少欲望 涵养身心 散发人性的光与热 来温暖世人 沧桑凄凉的心 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佛性 只要这佛性 隐而不显 当我们在灵山塔下 寿命是一句 刹那间 好像当头放后 点醒春梦 顾应急起直追 奔向那康庄大道 遵守做人之根本 在家孝敬父母 出外有爱他人 启迪化岛世间谜子 人若找上德文大道 即使晚上死去 也了无遗憾 因为除了真如本性外 万法皆是梦幻泡仪的空向 活法存在于世间 人人都要在世间修炼而觉悟 自信若明 以念清静 请客及达勿敬 自信若不明 即使历经美事千生 仍在苦海中沉沦 修道要破除边界迷惘 依忠道而行 则万事万物尽可通达 心田无达染执着 自然清明成策 闪耀光芒 人世间的尘苦劳烦 情爱欲望 要自己放下 深切忏悔自己的罪过 重新整顿 划除愚迷邪痴 如此众生皆能觉悟 故要好好安顿身心 性命双修 于自信中照见波的智慧 自在无为 好的 感谢佛佛老师的慈悲 那我们今天接下来恩师以路 来进行 师尊对谈人的其勉的第二部分 好 那个玉贤来帮我们读一下 师尊对谈人的其勉 读自己 当以己心为言师 今天为师来教你们读两本书 这第一本书叫做自己 你看得到你自己这本书吗 平时同修与同修之间的互动当中 你们敢否悉自己吗 凡人肩负双囊 以修囊 让人非 以背囊囊挤过 幕府下意见人过 回首顾后囊 而自觉疾愁者 己心 故不可以一时之欲 断其为君子 不可以一时之棒 断其为小人 正心之事 当以己心为言师 修道人若不能以己心为言师 则必受名利欲望之驱使 好 佛华老师要教我们读两本书 第一本书叫做读自己 后面会讲第二本书叫做读付出 那读自己呢 要怎么读呢 要先了解自己 就是凡人一样 我们都有肩负双囊 前面一个皮囊 后面一个皮囊 一个布囊或皮囊 囊就好像行李一样 凶囊 囊人灰 但前面的这一个凶囊 就是在我们 这个前面 在我们的胸部 前面这里的 这个 狼人灰 记住说 这个狼呢 装了很多 人家的事事非非 那背部呢 背囊 囊挤过 那后面呢 就装了很多 背囊 装了很多 自己的过 佛华老师这样的比喻 非常有意思 他的最重要的用意是说 当我们 往前看 是很容易的 就是 就会看到很多人家的过 然后就放在我们前面 这个 这个背囊 胸囊里面 然后呢 往后看呢 是不容易的 这样头要转到后面去看 那 后面的 是自己的丑 自己的过 一切丑 所以很少有人会往后看自己的丑 丑陋的 过错 这 几息 几息就是很少 所以佛华老师说 我们要读自己这本书 不要只是读别人的过 自己的过都没看到 所以不可以一时之意 断其为精子 不要 因为 这个人 一时的 荣誉 他做了一些 很值得赞美的事情 有 有那个很值得称 称赞的 很棒的事情 然后就 判断他 这个断就是判断 断其为精子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 日久见人心 要慢慢去读 这个人 就把他当作一本书来读 一样的意思 那不可以一时之棒 断其为小人 同样的 也不能够因为别人在批评 批评他 就把他 断定他就是小人 要自己去了解 所以正 正心之死 当以己心为也 所以 佛老师告诉我们 要以自己的心 然后呢 很严格的来要求自己 当作老师 所以要读自己的意思 好 素如来帮我们读一下 这一列 知尊对 谈人的 其勉 让自己 负担的 包袱 越来越轻 你们身上 挂的这两个行囊 是背囊 比较重 还是胸囊 比较重呢 那么你常看到的是 自己的过错 还是别人的过错呢 这两个行囊 今后要调整一下 把这 一前一后的行囊 变成挂在 一左一右 但是行囊里的东西 要调整 把别人的缺点 换成优点 而自己的缺点 也要改为优点 那才能使你的负担 越来越轻 你们希望包袱 越来越轻吗 希望 那就努力看别人的优点 改变自己的缺点 也成为优点 好吗 好 佛老师这样的比喻呢 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清楚 让我们了解 原来我们的问题 在哪里 佛老师说 我们要把两个行囊 背在双间 不要一个在前 一个在后 然后只看前 不看后 同样的 我们要把行囊 背在前面 然后 就是挂在左右了 变成挂在左右的意思 然后呢 行囊里面装的东西 也要调整一下 不要只放别人的缺点 要改成别人的优点 然后自己的缺点呢 也要改成优点 多 多看优点 也要看自己的优点 也要看别人的优点 当然 自己的缺点 要改嘛 那改了之后就没有了 那 放优点 缺点改 改掉 改掉就把它 去掉了 这样的意思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优点 越来越多 包括别人的优点 自己的优点 这样子负担就越来越轻 这个包袱啊 这个行囊就越来越轻 所以 把别人的优点 跟自己的优点 放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的负担就越轻 把别人的缺点 自己的缺点 都背在自己身上 我们的负担就越来越沉重 是这样的意思 好 淑娟来帮我们读一下 自尊对谈人的情愿 能使你受伤或安然的是你自己 一个错误的理念 会不会害人 邪恶的理念会害人吗 其实就算是不好的理念 邪恶的理念 错误的理念 理念本身是不会害人的 会伤害人的主要原因 是人 不是理念 在不好的环境中 懂得混花向上 那么这个人的成就 不止他自己 还有这个环境 也会变得更好 但在一个好的环境中 只会堕落成沦 不只是个人身心受到伤害 就连环境也会跟着败坏 所以当你们在阅读这本书时 一定要记得 能使你受伤害的 只有你自己 不是别人 能使你生活变得安然自在的 是你自己 不是环境 佛华老师在提醒我们 当我们在读这本书 第一本书是读自己 也要读一读自己的理念 到底正不正确 有时候我们会把错误的理念 当作是正确的 然后不自知的 沉迷在里面 等于说 自己在堕落都不晓得 所以 会让你受伤的也是你自己 不是别人 会让你变得安然的也是你自己 不是环境 所以佛老师这样讲就非常重要 那我们是不是理念很清楚 很正确 这个叫做理路了 所以要多读圣讯 多读书 多读经书 多读圣讯 多清净前嫌 有三不理 不理佛堂 不理经典 不理前嫌 尤其要不理 这个经典里头是不理圣讯 圣讯是白阳旗的经典 我们更是应该要常常读 这个理念 如果没有弄清楚 邪恶的理念 不只是伤害到自己 也伤害到很多人 所以这个很重要 叶丽讲师帮忙 要尊对谈人的其勉 用心写一本值得骄傲的书 为师要你们读这本书 是希望你能够为自己 所做的每一件事 走过的每一条路 一笔一画的为你这本书 写下丰富的内容 要用你的心去写 这本书才值得后人看 也才值得你骄傲 如果不用心写 就算你在道场中 也是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 要写一本书 并不困难 只要你用心过日子 书自然有内容 我是希望将来和你分享 这本书史 大家都有值得骄傲的一本书 好吗 大家有信心写自己这本书吗 有信心写 还要有勇气看 不要写了不敢看 写了也是白写 懂吗 福尔老师要我们不只是 读两本书 一本是读自己 还要能够写一本书 这本书是一本值得骄傲的书 为什么值得骄傲的书 因为是写你自己 而不是写别人 写你自己 写我们自己 如何在修办到过程当中 一点一滴的成长 当然成长一定是有很多的锻炼 很多自己 发现自己过错的 那种 修炼的过程 这些呢 有些人不好意识写 自己的过错不好意识写 然后呢 那个成长的过程呢 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是很重要 从自己的过错当中走出来 你把这一段写下来 不要怕人家知道你以前的过错 是要让人家知道说 犯了这个过啊 也是可以这样子走过来的 你如何走过来的 我们如何修 让自己能够有所成长 哇 那这个就是一本非常值得骄傲的书 逸贤 再来读 是针对台人的奇面 读复书 让复书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本 第二本叫付出 平常你们在道场所做的一切 你们觉得是有付出吗 觉得自己有付出的举手 何必否认自己过去那一段修道呢 你们的付出有分对象地点吗 平常你们的付出是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呢 你们的付出是应付人 还是面对天呢 你们有让付出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吗 如果付出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你还会对到没有信心吗 第二本书更重要 当然第一本书也很重要 先读自己 但是不能读自己之后 就困在自己的过去的种种 困在自己的那一种 悔恨 懊悔 自己过错 然后呢 就这些过错放不下 然后被困住 最重要的是 要走出来 要懂得付出 所以第二本 叫做付出 就平常我们在道场中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一种付出 就是易经里头的笋挂 笋呢 笋就是一种 围到日笋 笋也是一种付出 那佛老师问我们说 我们的付出有没有分对象啊 有没有分地点啊 有没有分人啊 有没有对自己 还是对别人 对自己的佛堂的人 还是对 其他佛堂的人都一样的付出 还是有所分别 还是有差别待遇 哇 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在付出 但是呢 因为它是 不是一种 无分别的 无相的付出 它是有相的 有分别的付出 那无 无相的付出才有真功德嘛 叫做 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嘛 所以有人付出了很多很多 付出了老半天 付出了一辈子啊 但是最后呢 好像一无所有 为什么 因为它有很大的分别心 而且执着功德相 如果我们的付出啊 有分别 就会有执着 有执着 就会有 功德相的执着 那这样子呢 当然就没有 真功德 好 苏如再帮我们 读一下 之尊对谈人的 其勉 最悦耳动听的 太阳鸟叫声 大家有听过一种鸟叫 太阳鸟吗 没有 太阳鸟的叫声 在太阳底下 和夜晚是不相同的 太阳高照时 太阳鸟的叫声 清纯活泼 当夜晚月亮高挂 太阳鸟的叫声 成郁有力 但最特别的 太阳鸟在一天当中 叫得最勤 最响 最动听悦耳的时候 不是太阳高照的时候 而是东方欲小 太阳即将升起的 黎明时分 这只太阳鸟啊 它在叫的时候 最悦耳动听 是在清晨 可能大家还在睡眠中 它要把大家叫醒 对不对 那它不会因为 大家都没有醒 它就不叫 它也不会因为 今天 这个天气怎么样了 心情怎么样了 有影响到它的付出 不会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这样子了 只问付出 而且呢 我们宁愿当一个 清晨的太阳鸟 就像我们 每天每天的成读啊 其实我们 大家在共同读的时候 就有点像清晨的太阳鸟 那时候是非常夜耳 非常动听的 有时候在想 如果我们修半道 已经这么多年了 几十年下来 我们有没有 一些坚持 永恒的 不变的坚持 比如说 我就是每天每天 我也不管怎么样 我就把这个当做一种修行 我每天早上 我七点一定要来 成读 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坚持 就像这一只太阳鸟 他那个沉着有力 最夜耳洞听的时候 就在清晨 一日之一在一层 每天就起来 时间到了就叫 不管有多少人起来 参加这一次的 圣训的成读 没关系 我们就是每天每天这样子 这种 这个叫做付出 也许付出的不多 但是持之以恒 那个就是一种修行 就是一种修行 所以有时候我们 你说白洋法门是什么 白洋法门就是生活中的修行 有时候呢 每天起来找现象 那也是一种修行 每天起来读一段圣信 读一段信文 那也是一种修行 能够持之以恒 为众生付出 我们能做的 我们就做吧 好 佛佛老师跟我们讲的 这个付出 还有后面 很棒的内容 很精彩的启发 我们明天 再来继续 好的 今天先到这里